目前是165位土派山完毕的 有三位养食物 目前是165位土派山完毕的 有三位养食物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把它安置到 專業者的防疫館 然後會繼續把這個 土派山出來 希望盡快 還是會有一些偽陽性 希望盡快 希望能夠把PCR 副作這三名陽性的學生 他們目前是有症狀嗎 應該都是 對 都沒有 就是都很正常的 年輕人的症狀其實都沒有 還是要看他整個活動移動的狀況 有時候不見得是在宿舍 宿舍有可能他自己在外面 因為現在其實社區感染已經 已經是常開了 所以其實就是把 傳染源繳出來 然後慢慢把它隔離 如果這樣的話 孩子都可以很耐心 在外面 學校裡面 繼續 這樣 就是剛進去瞭解的部分 學生目前的心情狀況都還OK嗎 我剛剛有跟他們 每個看起來都還算蠻好 然後很可愛 甚至跟他們講 很真的每個人都把心理帶好 所以就拉著自己的心理出來 其實就是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如果真的被隔離 其實也是保護自己 跟保護家 那我們也會希望他這段時間 很平靜的去度過 因為這也是保護人關 能夠讓自己願意被關起來 這樣子的其實是很偉大的事情 是